今篇注入訊息中,日華牧師為大家分享到 世上除了石鞍劍系列耳機使用的胎晶膜單元之外 再沒有其他喇叭或耳機單元,能輕鬆地播出全音域的石鞍新歌 而不會出現音頻切覺的現象 什麼是音頻切覺呢? 我們首先要理解喇叭的基本結構 早前已經為大家分享過傳統動圈式喇叭的結構 基本上在一個繞著線圈的指通上面,連接圓錐形的震膜 當音頻信號經過線圈,指通和磁石就會產生雙距或雙吸而震動 令指通推動震膜上下震動,發出聲音 由於一首歌不單有人聲,亦有不同的樂器 震膜往往需要每秒震動上百萬次 所以震膜造成圓錐形,就是希望減少音頻切覺的物理現象 喇叭舊造裡,繞著線圈的指通位於喇叭震膜中間 當指通因為音頻而上下震動,震膜無可避免就會出現漣漪現象 但理論上,一隻完美的喇叭,當每一次發出震動的時候 都應該是整隻震膜由中心至邊緣同時上下移動 並且每一次震動,無論高中低音,或超高和超低音 都能夠完整又快速這樣完成,不會影響下一次震動 而且是每一秒上百萬次的完整震動 但是可惜,理論和現實實在有一大段距離 如同將石頭投入水中,水面就會產生漣漪 當你在同一個位置,不斷將不同大小的石頭投入水中 就會不斷產生不同大小和速度的漣漪 對比小石頭所產生的漣漪,大石頭的波幅會較大,速度亦更快 於是,大石頭產生的漣漪就會後浪推前浪 翻起之前小石頭產生的漣漪 在音頻切割現象中,喇叭在震膜上產生的漣漪 可以對比石頭投入水中產生的漣漪 都會出現以上後浪推前浪的現象 將石頭投入水中,可能幾秒投入下一塊石頭 但一隻喇叭的震動,去密集程度 就好比一秒鐘內,將幾百塊石頭投入水中 音頻越低,音量越大的聲音 對比音頻越高,音量越小的聲音 在喇叭震膜上產生的漣漪波幅 就會更大和更快到達震膜邊緣 就好像人先將小石頭投入水中所產生的漣漪 會立即讓之後投入水中同一位置的大石頭 所產生的漣漪追上 大浪更加會將小浪翻起在大浪的浪頂上 同一道理,在喇叭中 當低音震幅遇上之前的高音震幅 而將高音的震幅翻起 就會令兩者產生的震幅重疊 聽者就會發現聲音炒一疊 無法清晰地同時聽到高音和低音 這就是音頻切割 令音色劣化和失真的問題 但是,日華牧師研發的石胺劍系列耳機 單元大小只有一厘米 將物理上後浪推前浪的問題大幅減低 以太作為單元震膜的物料 更加令到石胺劍的震膜可以前所未有做得超薄 超硬和超輕 當聲音由震膜播出的時候 因為某一種特殊理由 令採用太靜膜的石胺劍震膜 幾乎不會產生任何漣漪 大大減低音頻切割的問題 意思是,當每一次石胺劍的太靜膜震動的時候 整塊震膜由中心至邊緣幾乎是一同震動 當百萬分之一秒後出現另一次震動的時候 之前的震動已經完全完成 震膜上再沒有任何震動或漣漪 所以,這就解釋了 為什麼石胺劍可以同時播放五個音域的全音域石胺新歌 同時不會因為重低音出現 而令所有同時出現的高音變慢或蒙糊 也不會因為高音的出現 而令同時出現的低音部分立即減弱,甚至消失 因為不同樂器和人聲所製造 在一秒內,上百萬次不同震動中產生的超複雜音份 石胺劍的太靜膜單元 都可以全部完成所有沖繩 每一個音頻的震動都不會互相影響 一個由一個震出來的聲音 又不會互相重疊,分音非常清晰 不會在震膜上產生任何一連以效應 而引致的音頻切割現象 所以,曾經論劍的肢體 都會發現這個是石胺劍和其他耳機的最大分別 就是石胺劍是沒有音頻切割的問題 我會想說是石胺劍的 是石胺劍的方法 是石胺劍的方法